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二次元解闻,我是Sigma 在《Monster Hunter》推出了之后,身边很多朋友都尋为其中不能自拔 但《Monster Hunter》是以狩猎魔物为主的题材,就引起了一些动物保护人士的讨论 美国雜誌 Forbes 福布市在今年的1月30日刊登了一篇文章 认为游戏主族的猎杀,恶意破坏和摧毁无辜野生生亡的《Monster Hunter》 令到文章的作者感到相当不舒服 在《Monster Hunter》中,玩家扮演的角色职业是猎人 玩家需要完成任务来赚取收入和获取素材来升级装备,并提高自己的猎人等级 动物保护人士就认为这种狩猎动物的过程为了下一代灌输了错误的价值观 虽然听起来很笨,但在西方国家,游戏界的政治正确一直都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话题 《现代动物组织》,People for the Athletic Treatment of Animals 就曾经在官方blog指责当年非常热门的Pokemon Go 在游戏过程中,捕捉小精灵的行为是虐待动物 根据他们的文章 Ton-Catching Pokemon isn't really much different from taking animals out of the wild and putting them in Zouz Peta就认为在游戏中捉Pokemon 的行为和现实中捉动物进入动物园的行为其实没什么分别 于是,他们在办公室外拿了一片牌,呼吁大家不要玩Pokemon 不要把Pokemon捉到精灵球里面,以及把捉到的Pokemon放生 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虚拟生物可否与现实动物相题并论 其实动物保护主义来自于人性 这个议题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各时期已有相关的讨论 在孟子的梁慧王章句相中,曾提到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仰見其死,民其生不仰食其肉,是以君子遠袍處也。 雖然現在看上來的動物保護組織的行為的確很旺溝, 但相信他們一開始都是源自於一份善念,一份人家有之餘不隱人之心。 但經營到現在就慢慢矯枉過正。 孟子曾經說過,如果你不忍心看到紅火龍被斷尾的話, 你可以嘗試不要買望恨,而不是嘗試利用輿論去壓迫遊戲公司。 其實我們現在組成的社會是建基於史前人類的狩獵,我們現在擁有的文明都是建構於過往造星的殘忍。 有差感之心是好事,但上綱上線甚至強迫其他人服從某些價值觀就太過分了。 有差感之餘、最終會的詞在於主題的公園公園、 是生懸殘的名為太陽光。 他就不可以做好方式的榮子和思議。 有差感之餘的欠臨, 永遠是愛的, 有差感之餘是一種多, 有差感之餘的事情。 有差感之餘的。 有差感之餘的,